近几个月来,想必网路上最火热的话题必然是所谓人工智慧的ChatGPT了 但从他开始问世以来,我对他第一个期望就是希望他可以作为我专属的Programmer 按照我想象中的功能产生出正确的程式码 但在还没有开始使用前,我一直对他的成熟度和可以做的事情抱着怀疑的态度 因为即使像是Google Translate的翻译功能,已经发展了数十年 对于翻译出贴近我们人类实际想要的文字内容也都还有一些差距 何况是复杂度可能更高的程式设计呢 但随着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分享这工具有多神 我也开始幻想着,如果他真的能帮我写程式 那不等于得到一个万能的免费劳动力吗 这实在太诱人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是否真的可以依靠他来帮我们产生一个完整的专案吧 我们今天要做的专案,大家可能再熟悉不过了 也就是计算机,为什么选择这个专案呢 是因为它包含了基本的UI操作单元,显示单元以及处理器运算 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基本的迁入式系统了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来问问他如何执行这个专案吧 我们稍微改一下部品清单 把显示器改成全彩的1.8寸TFT LCD 所以更新后的清单如下 接下来把物品准备就绪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把这些物品连接起来 我们依照它的指示把部件连接在一起 然后选用显示器的标准函视库提供的范例 就可以测试看看部件连接有没有正常 载入程式后可以工作 这样看起来连接是没有问题的哦 对于这些部件需要下载哪些函视库 我们问问看ChatGPT 也是可以得到很明确的答案 然后进入到韩示库管理工具 找到对应的韩示库 下载完成安装 再来把全部部件都组装好之后 就真的要来进入正题 请ChatGPT来提供程式了 我们尽量把专案描述清楚一些 试试ChatGPT会给我们什么程式 稍微浏览一下程式 我觉得这程式看起来好像真的有点样子哦 直接跑跑看 整理一下看看有哪些问题 按键时数字没有跟着出来 就算是画面有反应的时候 功能好像也怪怪的 我们重新安排一下键盘脚位 再跑一次 看起来功能就比较正确一些了 但按键盘时数字还是没有出来 来问问看ChatGPT 看看是不是能够改善 这次它就有变更了一些loop函式中的内容 我们把整个loop函式复制贴上 再run一次看看 看来这次的功能就有正确一些了 但按运算值的时候还是没有显示 另外我希望它在我输入新的内容的时候 要清除上一次的结果 另外也可以把文字再放大一些 所以我把这些要求输入之后 重新得到了以下的程式码 再重新执行一次 一切看起来就都正常了 接下来我们给它一些不太寻常的指示 看看它是否能够理解 例如我们请它在按下键盘当下 把文字显示放大 输入完成后恢复原来的大小 这样它是否产生的出来呢 我们看看它的回应 是不是感觉它真的可以理解我给它的指令呢 只是执行下去的结果其实不太正确 我们再尝试着请它更正这个错误 它回应的内容也感觉像是真的知道错误是什么 只是实际执行的结果还是不太对 在这之后我又尝试了非常多种不同的表达方法 想要让ChatGPT能够达到我所想要的功能 但因为实在是已经不知道可以如何变更我的表达方式才好 所以最终我还是自己把程式给写了 今天经过了这一番对ChatGPT的洗礼之后 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结论 一、ChatGPT的确是会写程式 尤其是功能简单且直观的程式 但可能需要来回几次 在沟通理解的部分进行校正 二、现阶段而言 ChatGPT在程式方面给我最大的帮助 应该会是可以提供给我任何方面的翻例程式 以得到初步的认知 可以节省寻找学习方向的时间 三、现阶段ChatGPT无法避免产生错误的内容 所以想要请他来完成中大型的程式专案 应该是非常的困难 但如果是让他作为辅助的角色 这样合作起来应该会有生产力的多 例如 程式原本的设计是数字靠上显示 我就可以完整的贴上我的程式 请ChatGPT帮我修改为至中显示 它就可以很轻易的完成 四、对于很多人说程序员会失业 我觉得应该换句话说 之后市场上应该不再会存在初级的程序员 因为所有初级的程式已经是全人类的标配啦 只要问一声就有啦 五、现阶段ChatGPT也还无法取代Google 因为出现错误的内容时 我们还是需要自行过滤Google给我们的资讯 找出正确的内容 今天这个专案要不是因为我需要把它剪辑成影片 透过ChatGPT的辅助 很可能不消一个小时就可以全部完成啦 所以即便是现在AI还不够成熟 也已经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工作效率咯 所以之后几年的世界 很可能会有爆炸新的眼镜呢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啦 拜拜